今天我录制您的视频 就是要求习近平主席立即与我见面 我希望得到习近平主席对我的接见 习近平呢在2008年起 这就直接参与了对我的迫害 但是呢我想咱们就像我跟脑空犯罪分子说的一样 那么历史就这样 在双方都接受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 我觉得我们应该坦诚相待的见面的来解决问题 我要求跟习近平主席见面 我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接见我 这是其一 其二呢根据网上的一些新闻 还有他们对我进行残酷 残酷人道人体实验的结果 我知道他们提取了我的大脑信息 而且呢习近平提取了这个大脑信息之后呢 给美国人也看了 美国人的评价是闻所未闻 同时呢中央的上层在开这个18大 可能是在18大还是这个三月上开的全国两会的时候 组织了他们一些人员 上层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室内进行观看 如果我对这个新闻判断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事实情况就像我上面所说的一样 所以我要求中央领导 我已经给中央领导16位政治局常委 22个驻华大使写了信 所以我要求习近平能够接见我 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能够接见我 或者中国共产党人派人来直接与我面谈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拿到了足够的证据 可以报案去报谋杀案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解决 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共产党不要再死皮赖脸 在这里耍不来了 我希望要么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要么你共产党人派人来 我要求你共产党人返还赔偿财产 释放人质 我和我的家人要坚决移民加拿大 我希望不要再拖务耽误时间 我希望你中国政府要给我发布公文 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这段历史到底怎么评价 第二 我到底有多少钱 我要美元 第三 你必须对我做出庄重的安全承诺 并且要发布公文 通告全世界 这个事情必须彻底揭开 大家都知道这个江泽民曾经在这个东海还是南海的东海吧 军演的时候 曾经让张定发袭击过胡锦涛 他们共产党内部打成一团 然后胡锦涛直飞云南 到了云南保密局 他可能了解了真相 所以我希望现在应该是共产党把人民云南保密局的这个秘密彻底揭开的时候了 所以我要求共产党 习近平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那么习近平直接参与了从08年对我的大规模群众性迫害 而且习近平呢 与脑控犯罪有关 那么现在我觉得双方应该都在接受历史 现实的情况下 解除脑控 严惩脑控 我要求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或者你中央领导人 派人来直接与我面谈 返还我的财产 彻底在新闻媒体里公布我的历史真相 我要求和你共产党上电视 上报纸 上法庭 上互联网 彻底把事情说清楚 我要求你共产党必须发布公文 访华我财产 我到底有多少钱 你不能再这样无休止的对我进行迫害 无休止的对我耍不赖 我对你已经是 忍 可以说是忍让再三 忍而又忍 我觉得已经无需再忍 你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出你正确 你作为一个人 恢复人性 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